有一種說法就是 我進入一個戲 就是完全另外一個人 那是沒過的 路哥 請問 你看我來幾公斤 從出生到現在大概是 來台以後 來台以後 我去台灣 定居台灣之後 胖就大概10公斤吧 嗯 對 對 對 有為了開戲 想要上戲的故事嗎 沒有 就自然的 對 因為他沒有這個要求 如果他要求的話 我一定會盡力去做 可是他沒有 這有要求的 我覺得 一直都很想演反拍 可是都沒有這種機會 就大家覺得 我都是演喜劇比較多 那所以碰到有機會 我就會盡量去配合 去今天的角色的時候 你只會把演員記的經驗 人生的經驗 再進去你的戲裡面 是你自己的觀念 就是先把它放在家 然後去片場就是 另外一種觀念 所以我覺得演員有一種做法就是 這樣講得太誇張了 但是至少你 不能有自己的觀念 這個是真的 真的沒有 因為我現在人情很大了 所以我會挑一些很難的事情 對不對 然後這個角色 除了是因為 不如在期待演那個反拍以外 然後他難度似乎低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很容易把握 因為畢竟這國語就是 也算是我第三語言 因為他這個角色的工作上 需要很柔力的國語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對上輩子 得罪了那個操作人那個 對 那我其實對杜哥很開心 因為小時候很常看杜哥的作品 所以其實是 真的會不敢跟杜哥講話 這真的會 你會覺得這個氣味不解嗎 台灣人很容易想 OK啊 對 就是 會